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俊安,广大灵感,观世音符沙摩沙,感恩盧俊宏台展,恩师傅,师傅你好 看女儿,几几年属什么呢?2007年属株的 她从出生以来,自生和她的童年的小孩子发育痴缓 她非常麻烦的 她现在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猪 你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杀猪的? 在农村有吗? 有,师傅 她告诉你在她身上,猪的灵性啊,很厉害的,整天拱啊 你要叫这个孩子要当心的,赶快给她小房子 先念76张,76张之后还要念180张 180张之后再看一看 不行的话还要430张,记下来 往生咒,每天要念49遍 礼佛要念5遍一天,帮着孩子 这孩子现在不单单智商问题啊,身体上的行为都是很怪的 听得懂吗? 她的手脚很慢的咯 手脚很慢,我问你出走路慢不啦? 她的呼吸很大声 什么? 呼吸很大声 对啦,现在知道不啦? 那她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师傅 心脏啊 几几年属什么? 2007年属猪的 她拜佛了,你看 属猪啊 你看 要命啊 心脏有一些咎啊 她这个心脏在这个位置啊 发育有点不全啊 有黑点啊 她有杂音啊 你叫医生去看心脏病的医生 去听好了 有看过了,有看过了 心脏有杂音 出生时候有看过了 说她心脏有问题了 不是心脏哦 她是说有一条管没有关 然后有帮她上一粒东西在里面 所以她说做好了 做好了 没做好 都有一直去检查啊 她说都没问题 不好 啊,好的,那我们去检查 好的 以后长大的话 这颗东西会移动的 现在已经长在路上了 我看见了 这个东西不是太好 非常的狭小 这管子啊 你要叫她当心啊 她说她爸爸是不是 是的 你叫她爸爸好好相信啊 她爸爸修得还不够认真啊 就刚刚修不久了 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这孩子现在几岁啊 十岁了 不好好修的话 四年之后一个节 四月份 会走人啊 四年之后 好的 你相信不相信台长爷爷啊 对 看看台长爷爷 身上有没有菩萨 对 路长爷爷 嗯 你好 看见菩萨吗 喂 看见菩萨吗 有没有菩萨 有 有光吗 有啊 就是 我在阿弥际上的时候 看看是哪个菩萨 十岁了 嗯 嗯 我连着前面的心筋 哦 心筋我关心不错 他身上这个 猪的灵性啊 很可怜的 是闻的 不是捂的 如果有个猴子在他身上 他整天在房间里跳 明白了吗 嗯 还有个猪 他不是跟你们找很多麻烦 他整天呢 找东西吃 他 是的 是的 请问师傅他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 两千八 好的 好吗 家里稍微打扫干净一点 好吧 家里进门的左面 是 墙角这个地方 很脏 那边是放鞋的 走进来都经常有那个脚印 左面 嗯 再过去一点点 挂了一个东西 这个上面有灵性 哦 那边是 镜子哦 镜子 镜子后面就躲了一个鬼 嗯 赶快拿掉 哦 好 好 好吧 吃素了没有啊 我是吃前素的 孩子呢 没有 没有 孩子的眼睛有弱势 看不远的 他眼睛啊 弱势很厉害的 是的 相当于 各位 知道为什么不啦 知道为什么不啦 不知道为什么 猪能看到多远啊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这个灵性一定要把他念掉 他就好了 那他就是一个这个灵性在身上 就这个 蛮厉害的 我想啊 他可能 这个灵性的猪 而且当时死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嗯 所以杀掉的时候 他非常的气愤 嗯 寺院到 他们家来报仇的 到你们家来 而且会花你们家很多钱 是的 他的爸爸 过去赚 不少钱 但是他出来之后 就开始花钱了 还没出来之前 就 在妈妈肚子里 已经开始花钱了 就是说 生出来之前 你已经有很多妇科不好了 哦 真的懂吗 嗯 是的 好好念经了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 三个人一起念 孩子会好起来了 好吧 让孩子也念 有孩子 这个祖母把他以后超肚掉就好了呀 嗯 明白了吗 有 他自己有练大悲之后 心经还有七佛灭剧这些 嗯 嗯 他过去讲话都讲不清楚的 对的 我念了经之后 念了经之后 现在才能讲几句话呢 是啊 过去讲话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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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